來 先有請入委會的副主委 副主委 副主委 你好 這個事情雖然跟今天審的決算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牽涉到我國國民 基本人生自有保障的問題 所以我一定要先問你一下 你知不知道在肯亞 有23名台灣人 因為涉及電信大便的案件 遭到法院無罪判決以後 有8個人被遣送到中國去了 我們了解這件事情 我們週末已經對陸方表達嚴重的抗議 而且現在我們希望還在肯亞的幾位台灣民眾可以接反台灣 我們分兩個部分處理 一個是現在在肯亞部分的處理 權責上面 可能是比較屬於外交部要處理的 現在我比較關注的是 這8名被遣送到中國去的 第一個 請問人現在帶到哪裡 這8位在肯亞已經判決無罪 所以我們了解的時候 是由外交部在安排他們要回來台灣 可是後來陸方把他們送到大陸去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把它 簡單的問一個問題說 你前面講的都是我知道的事情 我們大家不要浪費彼此的時間 現在他們人在哪裡 這個部分我們透過法務部跟 就是在共打協議的基礎下 我們希望法務部和刑事警察局那邊 透過他們各自的窗口去做一個聯繫 所以簡單的一個答案 針對我剛剛的問題就是你不知道嗎 這個部分我們還要在橫向的聯繫 所以你還不知道嗎 目前我還沒有掌握到這方面 什麼時候可以掌握 這個事情事關國人的人身的基本權益 所以我們是積極在處理中 我從頭到尾問的問題 你從來沒有針對一個問題回答 我剛剛問你人在哪裡 你就簡單的說你不知道就好了 我總結你的答案是這樣 第二個部分是什麼時候可以知道 這個部分我們正在積極處理中 人為什麼被帶到中國去 這個部分事實上應該是在肯仰那邊做了判決之後 法院已經准他們可以離境 這我剛剛都講過嘛 你不要再複數我已經講過的問題嘛 現在我的問題是人在哪裡你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知道你承諾要盡快的去了解 第三個問題是他們為什麼被帶到中國知不知道 在肯仰那邊陸方透過跟肯仰的警方 應該是有一個 請他們到警方去拿取護照的過程中 把他們帶到中國大陸去 所以人為什麼被遣送到中國 你還是不知道嘛 從你剛剛講的那一堆的文字 就沒有針對我的問題回答 所以人為什麼帶到中國 人現在在哪裡你通通都不知道嘛 那是不是可以拜託陸委會 趕快弄清楚這件事情 因為你們不斷的在講齁 兩岸之間的協議 有什麼樣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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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關係 我們從這件事情開始檢驗 你們現在跟陸方所簽的這項協議 所簽的那一些協議當中 針對這件事情的處理 具體的成效是什麼 我希望齁 陸委會 趕快針對我剛剛所講的那些問題 公開的 不需要只是像本委員會的委員 也不是整個立法院的委員 而是公開的向國人說明 中國憑什麼把人帶到中國去 外交部說 這是一個非法辱人不文明的行為 你贊不贊成 雙方有過認知就是 可以帶回幾方的人員 那這個部分陸方的處理 是違反當初雙方的一個共同的認知 所以我說外交部說 這是一個非法辱人不文明的行為 你贊不贊成 我們希望這個事情不要再發生 不是這個事情不要再發生 那已經發生的事情你要怎麼處理 所以我們現在就在積極溝通 希望把這個人以雙方 當初在100年的認知 就是帶回幾方的人員的方式 沒有我希望陸委會在這件事情 要硬一點 展現應該有積極的作為 我們在週末就已經在處理這件事情 好我非常期待陸委會 趕快針對這件事情向國人提出報告 好不好 我們了解情形一定會對外面 做一個說明 謝謝主委 現在第二位麻煩請 台灣省政府秘書長鄭培復先生 同時也麻煩主記長上來 秘書長主記長請 不好意思麻煩請沈記長 沈記長請 還有主記長是嗎 主記長要不要 不用不用不用 好主記長不用好 我先請教一下正秘書長 今天主席是請假 他人在哪裡 黃委員好 報告黃委員 因為今天早上我們主席 處理一個行政會報 接待美國加州的貴賓 下午在屏東線還有兩個活動 跟委員報告 那個不好意思 徐昭偉他之前有跟您請假 他有請假 他有請假 好 OK 我先請教一下沈記長 那個沈記長您在 103年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就我們今天主要審查的標的喔 那這個是比較完整的報告 在報告的第615頁 以第615頁 針對計畫實施之查核 台灣省政府台灣省支議會 以及福建省政府 針對 102年103年的 這個績效評估結果分布圖 你在裡面講說 有49項年度衡量指標 執行的結果 今行政院平和綠燈30項 黃燈16項 紅燈3項 那請問被平和成綠燈 最優秀的三個業務是什麼 是的 在103年度的這個平和呢 我們是做一個總量的一個比較 包括說綠燈的部分是 沒有下降 不過在 這個相關的就是新增 新增了這個三個紅燈 還有這個黃燈的比例都有下降 那麼詳細的主要我想 我會或可以來補充 來送給委員 沒有 我之所以啊 會請教省記長 因為我看到綠燈有30項 我一方面看了覺得非常的欣慰 另外一方面是覺得非常的訝異 我為什麼會覺得非常的訝異 台灣省政府的業務啊 按照監察院的報告 我念給你聽啊 台灣省政府 精精審厚 已無證可施了 省制議會也無事可議了 每年還要支出數千萬 編列預算浪費國家公奴 省制議員沒有實質有效的效果 針對監察院這樣的報告 請問省記長 您站在審計單位的立場 贊不贊成 是的 在監察院的報告我們尊重他 那麼在本部的這個立場就是說 我們是監督預算的組織 目前這個台灣省政府 台灣省政議會 都還有編列預算 那我們知道他的預算 沒有嘛 我知道有編列預算嘛 現在重點就是 當國家的財政這麼困難的時候 我們維持一個按照監察院的報告 是無證可施 無意可施的單位 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我剛才請教你嘛 針對省政府最優秀的三個業務 你們按照審計機關的評估 或者是你們寫在報告裡面 行政院所提出來的報告 省政府幹過最優秀的 其他的列紅燈黃燈的 那我都不要追究 最優秀的講三件事情來聽聽 是的 再給委員報告就是 省政府最快因為他詳細資料 我現在鎖上沒有帶 那我們會後會來送給委員來參議 我再給省記長看另外一個圖喔 這個是省政府 省支議會 人事經費 佔整個機關經費所佔的百分比 從2012年的60幾 50幾 一直到2015年的百分之70幾 從一個機關正常運作的角度來講 這樣子用人費用在整個機關經費當中的分佈合理嗎 我想在一個機關他有他收入的目的 那麼應該要照他的收入的目的 那麼要來 沒有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嗎 我們整個國家有哪個政府機關 用人的預算是整個機關 預算超過百分之70以上的 沒有啦我覺得省記長你應該要勇敢一點啦 當國家財政這麼困難的時候 就不要再養一堆榮源了 沒有意義的機關 預算 該刪的 你有時候該講話就要勇敢的出來講 不要受迫於政治上面的壓力 謝謝兩位請回 我接下來請消防署 葉署長 消防署 署長你好 第一線的打火弟兄 很辛苦 工作超時 超量 又要承載很多 五花八門的業務內容 我花了很多時間啊 跟第一線的打火英雄們相處 我完全了解啊 他們現在在工作上面 所面臨的困境 今天看到 你們在報告裡面 所提出來的這個報告 從六都當中 最少的也差了將近300個人 多了差了600個人以上 主席不好意思 可以再給我30秒嗎 就 這些人力的短缺 你們有沒有什麼計畫 要補食 有 我們目前的話 就對這種人力短缺的部分 我們知道現在大概有一千 就是 易善言而 跟我們的這種時間 大概有一千多位 那這個 我們就有一個整體的這種 好你計畫什麼時候 會補食完成 到106年就可以 到106年 好 第二個問題喔 就是說 你說地方 消防機關 估列缺額 有於地方政府財政狀況 施政主軸 及首長用人政策的因素 沒有辦法準確提報 你的意思是說 地方機關他們需要用人 沒有辦法準確提報 所以你們招考不及 是這個意思嗎 對 你可以不可以把過去三年喔 各個地方政府 就有關於消防人力提報的人力需求表 交一份給我 可以可以 因為我想要確實的知道 到底是地方政府 沒有按照實際的需要 切實的提報 還是你們在招考的過程當中有疏失 那我要強調的事情是說 國家財政雖然困難 我們錢應該要用在刀口上 該用的 用人的單位 有實際的需求的 我們沒有道理讓第一線 幫我們冒著生命危險 在那邊犯難的打火弟兄們 遭受到過多的工作量負擔 但是另外一方面 根本一些像雞肋一樣 完全沒有用的機關 養了一堆榮元 該刪的我們就要刪 就消防署這一邊的計畫 我希望署長這邊 可以更積極的作為 不要讓我們打火弟兄那麼辛苦 好 謝謝 主席各位先進 先請一下陸委會的師副主委是不是 來副主委 賴委 diyor好 先請教副主委 這個說我們有幾位所謂的詐騙